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老蔡风 这期咱们继续回顾机动战士高达WZ的剧情 上期说到,杰斗为救妹妹潜入了阿克西斯小行星 并在这里认识了阿克西斯的New Type普路 最后却因为普路的阻挠,导致杰斗没能救回妹妹 比查和蒙特却因此再度回到了阿格玛号 由于哈曼的舰队正前往地球圈进行下一步行动 阿格玛号也收到新命令要前往地球圈作战 但在此之前,必须回到总部进行充分的补给和准备 因此阿格玛号回到了奥古总部格纳纳达 阿格玛号的众人终于可以趁此机会好好休息一下 不过杰斗却因为担心妹妹有些闷闷不乐 他刚好遇到了奥古金主之一的王力先生 王剑杰斗等人一副自由三脉的样子十分不爽 他决定像当初修正卡谬一样去教训一下杰斗 然而常年在香格里拉市井混集的杰斗可不好欺负 米莉和托雷斯二人在这段时间成为了好朋友 不过身为总部技术员的米莉不会待在阿格玛号 分别之前,米莉决定邀请托雷斯好好吃一顿 他们来到格纳纳达最有名的披萨店准备就餐 恰好杰斗和艾尔来到这边,米莉打算一并请了 餐厅中一名名叫塞西莉亚的女人是米莉的好友 由于战争的关系,塞西莉亚经常更换殖民卫星居住 这次听说奥古与阿克西斯即将发生大战 塞西莉亚正打算带着家人逃到别的殖民卫星 没想到托雷斯竟然是塞西莉亚儿时的玩伴 托雷斯叫出了塞西莉亚儿时的绰号爱哭鬼 塞西莉亚也声称托雷斯儿时的绰号是胆小鬼 与此同时,阿克西斯的戈顿带着部下潜入了格纳纳达 他们决定找机会偷袭停住在格纳纳达的阿格玛号 于是三人分头行动,前去寻找阿格玛号的停住位置 哥顿这边找到一个名为皮特的小男孩 碰巧这个小男孩正是塞西莉亚的亲弟弟 塞西莉亚以为是移民局的人来催他支付尾款 哥顿见状将即就即暴冲是移民局的人 他承诺只要塞西莉亚帮他找到阿格玛号的位置 并潜入阿格玛号停住港口拍下详细地图 他就让塞西莉亚一家搭乘移民船并支付额外报酬 塞西莉亚虽然不情愿,但因为资金紧张便答应了 这一幕恰好被携手机的解读和爱尔托窥到 二人决定暂时不拆穿塞西莉亚,等有证据在行动 比查和蒙特二人终于摆脱无王也来到了这家披萨店 刚好遇到哥顿的部下也在这里点餐 比查和蒙特偷听到他们即将偷袭阿格玛号的计划 就在此时,米利先生交出了比查和蒙特的名字 哥顿的部下舰计划暴露之后,立马驾车跑了 比查和蒙特打算驾车回去,将此时告知阿格玛号 途中刚好遇到跟踪塞西莉亚的杰特和爱尔 于是四人便悄悄跟踪塞西莉亚来到了港口 杰特让爱尔继续监视塞西莉亚寻找证据 他和蒙特等人则是回去通知布莱德舰长 塞西莉亚以送披萨外卖为由的方式正要潜入港口 爱尔在暗中观察了塞西莉亚的一举一动 不料此时,托里斯经过这里与爱尔打招呼 这也导致爱尔被塞西莉亚发现 塞西莉亚立马拉下了港口警报,并趁机逃离港口 还没点爱尔够之缘由,托里斯便驾车追了上去 阿格玛号这边,武王先生打算将比查和蒙特赶走 于是杰多来的装备是找到WZETA准备出战 比查和蒙特分别驾驶ZETA高达和Mk2同行 由于港口警报被拉响,布莱德本就打算派出机动战士 武王让布莱德立马将三人抓起来关进大牢 没想到布莱德直接拒绝了武王的要求 因为他相信杰多并不是那种忘恩负义、自私自利之人 他让武王若是期待6type的表现的话,就在一旁好好观战 杰多也没有打算抢走WZETA,而是指导哥顿据点 因为比查和蒙特先前从哥队部下得知了具体位置 在三台高达组成的高达小队强势攻击下 哥顿带来的机动战士部队很快就被全部击毁 不过杰多盘算着抢夺哥顿的战舰前去营救妹妹 所以才没有将对方母舰击毁留了下来 回到阿盖玛号的杰多等人被武王先生一顿批评 但布莱德始终站在杰多等人这边,武王只好作罢 托雷斯这边将塞西利亚带回到了阿盖玛号中 看着哭泣的塞西利亚,托雷斯不断安慰 就在此时,杰多等人来到这边见到了二人 埃尔将塞西利亚与哥顿接触之时告诉了托雷斯 托雷斯得知情况后,决定将塞西利亚交给布莱德处理 不料途中却被俘虏在阿盖玛号的凯拉得知 凯拉找到机会劫持了塞西利亚为人质要挟众人 他打算带着塞西利亚前去寻找部下哥顿 可是却在途中被托雷斯追上救下了塞西利亚 塞西利亚因为想要得到移民船船票选择了离开 托雷斯上前追赶,导致凯拉逃脱不知去向 塞西利亚找到哥顿,便将阿盖玛号的停住点告诉了哥顿 哥顿新手诺言,将塞西利亚一家的船票给了他 而且还给予了塞西利亚一箱金块作为额外报酬 他嘱咐塞西利亚不要随意打开,以免被别人抢夺 可塞西利亚布置,箱子里的并不是金块,而是炸弹 不久后,塞西利亚带着家人顺利登上了移民船 途中塞西利亚看待了前来的托雷斯 最终托雷斯不想让无辜的人丧命,拒绝了塞西利亚 塞西利亚只好登上移民船,与家人一起离开 哥顿这边以为阿盖玛号在33号港口后 立马通知了埋伏在月球之外的支援部队出站 他们打算攻击33号港口,将阿盖玛号摧毁 解脱得知情况后,立马驾驶WZ套来到33号港口一地 哥顿见状不妙,竟然通知移民船从27号港口出发 并将他交给塞西利亚的定时炸弹启动 哥顿让机动战士部队以移民船为掩体,躲避WZ的攻击 移民船中的乘客们慌乱不已时,塞西利亚的箱子掉落 此时的塞西利亚才发现,箱子里面装的竟然是炸弹 不过他并没有将此事告诉家人,以免他们担心 他偷偷找到民用太空府,准备将炸弹送出移民船 想着可能再也见不到托雷斯的塞西利亚满眼泪水 恰好此时,他看对了哥顿部下驾驶的机动战士加佐姆 随即他携带炸弹,跳到加佐姆机体上,将炸弹送远 这一幕刚好被解脱驾驶的WZ监测的 解脱认出了塞西利亚,并猜出他手中的是定时炸弹 他想要将塞西利亚救下驶,却被哥顿的战舰炮击阻拦 塞西利亚担心解脱的安危,让他不要再管自己 阿格玛号在格纳纳达的补给准备工作已经完成 布莱德带着众人踏上了去往地球圈的旅程 梅查尔为阿格玛号带来了新的机动战士,百事 这种机体正是科瓦特罗,也就是夏亚曾经驾驶过的型号 梅查尔为阿格玛号带来了哈曼舰队的情报 哈曼所在的旗舰名称叫做萨达朗号 阿格玛号的任务是,在萨达朗号降落地球前将其击溃 另一边,比查和蒙特找到杰多为其出了个私有主意 二人建议让杰多运用WZ携带炸弹去哈曼舰队找利纳 旧美心切的杰多,不管什么建议,他都愿意尝试一下 于是杰多找到伊诺帮忙安装炸弹,并骗伊诺是新武器 更值得伊诺没有怀疑,帮助杰多将炸弹安装在了WZ上 而杰多自己身上也绑上了手榴弹准备出舰 不料途中却被技术主管亚斯特纳奇发现了端倪 得知WZ的新武器是炸弹时,他将情况告诉了伊诺 伊诺知道自己被骗后,立马来到WZ上进行拆除 可是杰多并不知道伊诺在机体上 他直接驾驶WZ冲出阿格玛号前去哈曼舰队寻找妹妹 哈曼这边已经到达第九圈附近准备就绪 他得知阿格玛号此时正赶往自己舰队后 立马派出部下,拉坎打坎了前去阻止阿格玛号 拉坎驾驶重型机动战士德莱森准备出发 杰多这边,突然发现了WZ机体上的伊诺 于是他准备将伊诺回收到驾驶时再做打算 不料却遇到了拉坎带领的机动战士小队攻击 幸好拉坎不想与其纠缠 因为他们的目标是阿格玛号 杰多和伊诺也因此逃过一劫,继续前往哈曼舰队 很快拉坎带领的突击部队找到了阿格玛号 布莱德派出埃尔河路驾驶Mk2和Z高达出舰寓地 与此同时,杰多这边找到了哈曼舰队的藏身之地 杰多驾驶WZ对每艘战舰挨个儿行为丽娜的下落 由于WZ上面绑着大量的炸弹,先警问战舰不敢妄动 哈曼得知情况后,释放全息投影叫出了WZ 并声称杰多要找的丽娜就在他的萨达兰号中 杰多听闻后,按照哈曼的指引在萨达兰号着舰 他让伊诺待在WZ的驾驶室中见机行事 绑着炸弹的杰多被哈曼待到一个房间之中 没想到哈曼却声称他早就想与杰多好好谈谈 并告诉杰多他与杰多是同一类人 阿格玛号这边已经成功压制住了拉坎战队的攻击 拉坎见状,决定将战舰直接撞向阿格玛号 布莱德让阿格玛号释放高冷Mega粒子炮出击 导致拉坎的战舰与阿格玛号之间擦身而过 拉坎战舰的一侧机翼被损毁,阿格玛号却安然无恙 拉坎见识到阿格玛号的强大后,之后带着不下撤退 恰好此时,他收到了WZ闯入旗舰萨达兰号的消息 拉坎担心哈曼的安危,决定驾驶德莱森回去支援 杰多这边,得知丽娜不在舰队中后再次回到了WZ 随后他和伊诺突破层层阻碍逃了出来 在回去阿格玛号的途中,恰好遇到了赶来的拉坎 WZ以德莱森之间立马展开了角逐 没想到拉坎的实力极其强大,竟然压制住了杰多 最终杰多等人顺利回到了阿格玛号继续任务 此时的妮娜正在格雷米的桑德拉号战舰中 她正在接受格雷米让她成为第一淑女的训练 此时的桑德拉号正前往地球圈与哈曼舰队会合 在这个过程中,格雷米对Nutepe普路进行了洗脑 他让普路将与杰多之间的事情全部忘掉 并把杰多和WZ树立成为普路必须杀死和毁灭的敌人 不久之后,格雷米的桑德拉号与大部队会合 哈曼亲自登上桑德拉号迎接格雷米等人的到来 格雷米向哈曼推荐了被洗脑后的普路 阿格玛号这边推断出了哈曼舰队的降落地点 正是地球联邦政府在地球的议会地点达卡尔 就在此时,卡拉帕组织传来了最新消息 原来此时的达卡尔已经被哈曼的部下控制 腐败的地球联邦政府已经完全被哈曼掌控 所以目前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阻止哈曼降落地球 布莱德只能尽最大的努力在进入大气圈前分出胜负 解脱得知对方又来了一艘护卫舰后 他猜测妹妹Lina很可能就在那艘护卫舰上 于是他决定驾驶最轻且最灵活的ZETA高达前去找Lina 他将WZETA的驾驶权暂时交给了露鲁卡 随即截斗驾驶ZETA高达朝着哈曼舰队而去 哈曼舰队这边检测的阿格玛号已经到达附近 格雷米深知自己被哈曼怀疑,决定立下战功 想要以这样的方式来稳固自己目前的地位 他派出桑德拉号的机动战士姿萨部队前去攻击阿格玛号 他自己则是驾驶龙飞,带领其余机动战士部队对付敌方机动战士部队 阿格玛号发现大量机动战士靠近舰体后进入了战斗状态 露和艾尔分别驾驶WZETA和MG2前去对付敌人 比查驾驾驶那台新的百事基地也进入了战场 杰多这边遇到了驾驶卡贝尼MG2的普路 不过此时的普路将杰多视为敌人,不断攻击 格雷米以为ZETA高达中的人是他心爱的露鲁卡 但当得知是杰多后,他和普路一起攻击ZETA高达 不过杰多的主要目的是救妹妹,不想与二人纠缠 他以ZETA高达的速度优势甩开了二人,前往后方舰队 杰多凭借他6TEP的超强感知能力找到了另一样的位置 但当他冲向桑达拉号时,再次被赶来的普路阻止 ZETA高达的性能无法匹利卡贝尼MG2被压着打 杰多只能依靠ZETA高达的速度优势来到普路深浅 打算运用嘴盾的方式将普路的机翼唤醒 眼看杰多机要让普路想起自己是格雷米感的 我兄弟 你什么在做? LPLU 我来,ZETA 啊! PURU! 铃铛! 我生气了 这次 vigile 是否ring 毙的 可惜 BURU 免痛 最终双方的舰队和机动战士部队都突破了大气层 阿卡玛号只能前去与卡拉巴组织会合一起遇敌 接下来杰多等人在地球又将遭遇怎样的敌人呢 他与普路之间又将发生怎样的爱恨情仇呢 预知后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我是老蔡风 我们下期见